研究做得非常不错 你们大家好 不要把大学当作是养老的地方 上航 你这个做得就不好 有几项是错误的 我已经替你批注了 你回去改一下 好 来 我们继续上课 大多数人 就喜欢看高高在上的人 跌落下来 通过否定议论他人 从中显示自我价值 和找存在感 这么说来 他也挺惨的 可是这也不是 他针对你的理由 人心真是菩萨 有的人他就会 奋发图强证明自己 有的人只会把 所有的怪罪于他人 可被比较的人 也是受害者 之前伤案涉及于你 是不是心里很难过 说不意外 肯定是假的 但 我没想到 他能那么讨厌我 所以这个故事里 叶希宁的父亲 被别人利用 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 加害者 而这个故事 又是你写的 所以上行就会 下意识认为 叶希宁的父亲 就是加害者的缩影 而作为犯罪者的女儿 希宁就不该过这么好 有可能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 去设计 他冒充受害者家属 去报复希宁 当希宁得知对方身份 因为愧疚 所以他不想把事情闹大 伤口 被人发现 被人发现才会掩饰 可越掩饰 我们越会去关注 从而去调查 事情的真相 真相现在不是知晓了吗 他目的是什么 挑衅啊 引我们入局 同时提醒我 我们经历相似 但 因为你的出现 我变了 所以 他觉得是因为我 只要杀了我 你就会变成以前一样 想什么呢 没什么 走一步算一步 解决了事情 我们才能够回去 嗯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继续继续续续带托 现在就出发 嗯 我问了西宁 他大概八点收工 收工之后会去医院陪阿姨 八点 正是下班高峰期 你查一下去医院那条路路况怎么样 我说我到了 当时我应该是高峰拥堵的时候 小七 备份视频放在我电脑的加密文件里 密码是我进入这个世界 在餐厅的日期 等你回去的时候 尝试将视频带回去 你跟我说这个吗 杰叔 你到底想干嘛 你别乱来啊 说不定这伤害吸引的不是杀狼的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我根本不记得时间啊 你会想起来的 新年出来了 突然owa 反正 救命 gratis 寻死 抗 是 失败的 その 我去找你 上航 別做傻事 有什麼話好好說 我有什麼好跟你說的 今天晚上 要麼 我把他從這兒推下去 要麼 你給我從這兒跳下去 上航 只要你放了他 我什麼條件都答應你 只是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你為什麼這麼恨我 最近有個叫基數的作者 一戰成名 你們看過他的小說呢 看我一眼 精準把我入裡留了密碼 不管怎麼說 現在也是大神級別了 運氣真好 技術 為什麼你能在我喜歡的領域 再一次成功 你成了惹人喜歡的作者 而我一次又一次被人推崗 你為什麼隱魂不散地纏著清廟 你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塌糊塗 我只有讓你徹底消失 清廟才能回到我的身邊 莎 你想多了 我跟他什麼都沒有 但我答應你 只要你放了他 我再也不讓清廟看見我 是 今晚之後 你將再也見不到他 他也將再也見不到你 我再給你最後的時間考慮 你不從這跳下去 我就把他推下去 我去牽著 你去救星